刘德凯20年前抛弃刘雪华和她腹中孩子去养席,被网友骂翻,如今落魄灯门祈求原谅,被唾弃,凭什么? 娱乐圈因戏生情,最后走在一起的明星不在少数,而刘德凯和刘雪华就是其中一对。 两个人的爱情曾轰轰烈烈,十分温爱,在娱乐圈被称为金童玉女。 两人因拍摄电视剧风奏到一起,可是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,却惨遭抛弃。 刘德凯在追求刘雪华之前又过一段婚姻,这段婚姻开始得快,却结束得拖拖拉拉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刘德凯的第一任妻子王景平,两人认识不到60天就善婚。 在和刘雪华在一起的时候,刘德凯一直谎称自己已经和前妻离婚,然而并没有,就这样拖拖拉拉让刘雪华莫名地当了许多年小三。 后来刘雪华怀了身孕,正准备和刘德凯递结婚姻的时候,不巧的是刚好碰上刘德凯的戏《一连幽梦》要去法国拍摄。 而有身孕的刘雪华不能长途跋陪伴刘德凯的前往国外,留在台湾安心阳台。 可是谁也没想到刘德凯的这次离开,算是和刘雪华的缘分彻底结束了。 短短的时间,刘德凯在国外结识一位二十岁的法国美女,并与之相恋,最后还结为夫妇。 本来喜欢一个人就并没有什么错,但是刘德凯的行为确实做得有点过分。 一个是和自己陪伴多年的刘雪华怀有身孕,却爱上别人,抛弃怀有孩子刘雪华。 这对刘雪华来说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沉重打击,悲痛欲绝的刘雪华感觉生不可恋。 本来肚子中的孩子是她唯一的希望,可谁想到就在在她洗澡时不愿滑倒,由于胎儿不大流产,而且为了保住性命最终不得不摘除子宫,从此不能再生育。 最近被网友拍到刘德凯的近照,失意落魄,叹遭唾弃,事业发展大不如前。 或许这就是她应得的报应吧。对于品行不正的演员,很难让观众发自内心的喜欢她。 多年后,刘德凯还曾多次联系刘雪华,希望能得到她的原谅,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你不配。 刘德凯,1953年9月16日,出生于台湾,祖籍山东诸城,毕业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,县市新大学,精通国语,台语,英语,曾经当过摄影记者,唱剂,副导演,演员,编剧,制作人,导演。